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再看一看有关二叉数的相关算法 那么在所有二叉数中呢 有一种特别的二叉数是有这样的属性的 大家看下面这一个图形,二叉数图形 如果你从中间切开一刀的话 中间切一刀,然后把左边折向右边的话 你会发现它们是可以重合的 这边六正好折过来的话跟六对应 二折过来的话跟二对应,三折过来的话跟三对应 那么这种中间切一刀,然后折起来 能够重合的二叉数呢 就叫做镜像二叉数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算法呢 就是给定一颗二叉数的时候 让你设计一个算法 从中判别这个二叉数是不是一个镜像二叉数 那么大家看下面这个二叉数呢 就不是镜像二叉数 那看在主要是在这里面折过来的时候 这个是561,这个是2 那么这样的话折过来的时候 这两个点对不上 所以它就不是镜像二叉数 那么如果要让你写一个算法去判断 它是不是镜像二叉数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的做法呢 OK,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这有没有好的做法 那么如果你想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走 那么镜像二叉数呢 实际上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我们看一个复杂一点的这个镜像二叉数 那么如果说它折过来左右能够成合的话 那么它会具备一个这样的特色 那么在以前呢 在以前呢 我们去这个 以前在以前的课程里面给大家讲过 如果一个层次便利二叉数的办法 但我们怎么去层次的一个便利 这个整个二叉数的节点呢 那么就便利的时候 我们要访问第一个节点五 比如说我们要去层次的 去便利这个二叉数的话 我们会访问节点五 然后访问左节点 然后访问六右节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访问的次数一次是五 六六二一一二四三七八八七三四 OK,大家看到吧 当我们层次的去访问这个二叉数的时候呢 我们访问的次数都是先访问负节点 然后访问左子节点 接着访问右子节点 那么试想一下 如果它具备这个镜像属性的话 我们只要在这个层次访问的时候 做一个小变动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做变动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变换一下 访问这个根节点的时候 原来是访问左子节点 然后再访问右子节点 现在我们做的是访问根节点 然后再访问右子节点 然后访问左子节点 也就是说访问子节点的时候 次序变了一次 原来是先访问左子节点 现在呢 我们访问的是右子节点 那么如果这种变换之后 所得到的这个访问的节点次序 或者说最后得到的这个对列 是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二叉数是具备镜像属性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图形看一下 假设我们先访问负节点 然后访问左子节点 然后访问右子节点 最后得到的这个访问次序是这样的 大家看 首先是五六六 二一一二 然后访问四三七八八七三四 我们再看第二种次序 先访问负节点 然后再访问右子节点 然后再访问左子节点 得到的条件是 情况是这样的 五六六 紧接着访问右子节点 二一一二 紧接着访问右子节点 四三七八八七三四 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呢 跟这个先访问左子节点 和右子节点是一样的 于是我们就有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这颗二叉数 具备镜像的属性的话 那么我通过这个 先访问负节点 然后访问左子节点 和右子节点 最后得到的这个 层次变历的节点次序呢 跟先访问负节点 然后再访问右节点 然后再访问左子节点 这样得到的 这个访问的节点次序 所形成的对列呢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OK 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在上面这样子 先这个左子节点访问之后 先访问负节点 然后再访问左子节点 得到的对列是这样 然后按照负节点 然后右节点 然后左子节点 最后得到了这个对列次序 两个对列是一样的 当我们最后得到这两个对列 然后一判断 发现他们全然是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二叉数 就是具备镜像属性的二叉数 OK 我们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在我们的代码中呢 有这个Symmetric Tree呢 这个类呢 实际上就是用来判断 给定的这个二叉数 是不是这个排序二叉数 呃 镜像属性的二叉数 那么当进来这个TreeToList呢 就是通过这个 呃 通过这个层次变列的方式 把数的节点 放入到这个 放入到这个呃 对列中 我们这个对列呢 这个结果呢 有呃 一个参数是IsLab 如果这个参数是True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节点的访问层次呢 就是视讯呢 就是先访问负节点 然后再访问左子节点 接着访问右子节点 如果它是False的话 大家看就先访问这个负节点 然后就访问右子节点 然后访问左子节点 那么这样的话 通过这种访问视讯呢 呃 把这些节点加入到一个堆列之中 OK 是这样的 那么当我们这个Symmetric 这个Tree在这个初始化的时候 把这个二叉数的负节点传进来 然后通过一个层次变利 第一次层次变利是False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时候这个先用这个负节点 然后右节点右子节点 然后左子节点的次序 先访问这种次序呢 访问这个二叉数得到一个这个节点的对列 第二次呢 然后按再访再一次层次 呃 便利这个二叉数 这次呢 一告的就是先负节点 然后左子节点 然后右子节点 去访问这个二叉数 最后比对下这个得到的两个堆列是不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堆列的比对其实很简单 就是取出每一个这个访问的这个节点 然后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节点 如果这个节点啊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次序的节点不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二叉数就不具备这个镜像属性 那么第二个代码改动呢 是在这里面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get symmetric tree的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啊 构造一棵这样的树 大家看 作用就是构造这一棵 对称的镜像属性的二叉数 那么得到这个二叉数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入口处的代码 入口处的代码的话 我们先通过这个Utl 3Utl构造一个这个镜像二叉数 得到它的根节点 然后把这个根节点传入到这个Symmetric tree 然后最后调用这个Is Symmetric tree来去这个判断 这个二叉数是不是一个这个 是不是一个这个镜像属性的二叉数 OK 我们这个走一次看一看 我们调试起来看一下 OK 大家先来了 大家看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构造了一棵这样的二叉数 然后这个二叉数呢 是能把这个根节点先传到我们的这个类中 OK 先传到我们这个类中 然后我们这里面是False False的话就是先访问右指节点 然后再访问左指节点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好 OK 进来了之后 这里面首先我们先访问 首先得到的根节点是314 我们想下走 那看一下 那看 首先根节点是314 那么传进来的是一个False False的话就先访问右借 右指节点 再访问左指节点 所以第一个No呢 那么第一个No呢是右指节点 N1就是右指节点 N2就是左指节点6 OK进来 好 然后把这两个节点分别加入对列 OK 那么接下来呢 那第二次我们就访问的是这个右指节点 这个右指节点 右指节点的时候呢 大家看走下来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No呢是这个 大家看这个指示6 所以对应的是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 然后先往这个先把他的右指节点加入对列 右指节点呢 右指节点呢是一个空 是一个No OK 那么左 然后再把他的左指节点加入对列 大家看一下左指节点 左指节点的指示2 对应了就是这个节点 那么变列完了之后 下一次来到的这个节点呢 那么下一次来到的这个节点呢 变列的就是这边这个节点6 OK 那个节点6的话 那么他的右指节点 大家看这个节点6 右指节点是2 左指节点是空 我们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这个右指节点是2 左指节点是空 大家看左指节点空 然后接着继续变列 这个右边节点是3 然后再变列这个左边节点3 OK 那么这边 由于这边是空节点呢 没有画出来 所以我们变列的时候 会变列到一些空节点 空节点的话 我们就不进来了 OK 这个节点就是这个 看看现在这个节点2 是这边这个节点 因为右右节点 这个节点6的话 因为他有个右指节点是空 所以他就越过去了 那么在那 大家看 现在这个节点是2 我们看一下2的这个 他的这个右节点是空 那么就是在这边 他的左节点呢 现在变列到是这个节点 然后他的左节点是3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左节点是3 那么变列完这个右节点之后 再变列完这边这一个 然后变列完这个2之后 再变列这里这个2 OK 再变列这个2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 整个流程呢 实际上就是把它在 那么整个流程呢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描述的 把这些节点呢 乘次变列之后 加入到一个对列之中 好 我们先退到这里面 退到这里面之后 完成这个对列之后呢 我们再判断一下 那么第二次呢 那么第二次变列的时候 这个先是变利负节点 然后变利左子节点 然后变利右子节点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没有去这个 我们就不再去详细的去跟了 最后再比对一下 这个两个对列 两个对列里面的节点 这个比对对列的时候 其实他的逻辑也很简单 首先看一下这个对列的 这个大小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把这两个对列中的 每一个节点都拿出来 然后相互比对一下 如果这两个节点 同一个位置的节点 他们的内容不一样的话 那么整个对列就不一样 这样的话 对这个对列对应的 这个二叉数呢 就不具备这个镜像属性 如果是一样的话 这个二叉数就具备 这个镜像属性 那么完成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 可以这里就不多走了 大家到时候拿到代码 再看一看 完成了之后呢 最后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处 得到处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这个节点 这个二叉数呢 它是一个这个 具备镜像属性的 我们再改一下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改掉一个节点 大家看 我们把这一个节点呢 大家看 我们根据这一个二叉数呢 把这个节点改成561 看一下 这样的话 它这个二叉数 这里面的561 跟这边的2 就对应不上了 那么我们的算法 应该反回是false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应该是改成6 这里面改成应该是512 试一下 ok512之后 我们跑起来试一下 好看 大家看这里反回是一个false 那么也就是说 改完之后 我们的算法判断 这一棵二叉数的时候 发现这两个节点 并不匹配 所以它不是一个 镜像二叉数 ok 这就是我们算法的具体实现 那么大家看 在我们的算法之中呢 主要麻烦就在于 整个在这里面 要层次的去便利 一整棵树的 这个每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 一棵树的便利两次 那么每一个节点 最多会被访问两次 所以当一棵树有n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的算法复杂度就是on 因为我们只是对每一个节点 都便利一次 那么在这里面 下面再去比对这个对列的时候 也是每一个节点访问一次 所以这个二叉数 节点访问的次数 是有限次的 这样的话 整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就是on 是一个线性的 在我们这个算法的实现之中呢 并没有分配新的内存 所以整个算法的空间复杂度 是这个OE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己调试来试一试 好 这就是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在这里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工作号 我会把很多资料 会放到这个工作号里面 那么大家关注的话 可以及时拿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课程